大家好,我是修手机的一哥,这是一个黑色2更换尾叉 然后在上架尾修过,没修好,现在充电一点反应都没有 然后这个尾叉是双排的,双排焊新的 然后这个还是要点技术含量才焊得老,焊得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更换 首先眩防风向把原来的尾叉拿掉 然后用吸盘水清洗一下 打点注焊剂,把边上的两个焊点剥掉 把锡斩掉 接下来在不薄满的焊点上,把锡上饱满 接下来准备用棉花擦干净 准备一个新的原装尾叉 我们用的原装尾叉,然后原装的后期使用要更稳固一点 更耐用一点 现在尾叉上拖上一层锡 然后上点注焊剂 把尾叉对准口味 再用炫防风枪,温度不要太高 因为尾叉里面有些塑料的 温度200多多就够了 然后测度融化,按压一下尾叉 接下来再用吸盘水刷干净 再用吸盘水刷干净 再用在背部把锡脱薄满 把锡上薄满一点,更牢固一点 好,擦干净啊 看得非常漂亮啊 然后接下来装机测试 配件安装完成以后 我们接下来对焊接的尾叉进行测试啊 我们先充电一下 好,1.33A电流正常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反面充电一下啊 正面反面都试一下 好,充电也正常 好,故障完美姐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